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六个纸孔的上方 这个部位 往内看 在吹孔上方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有一个底塞 这个底塞就起到了一个气息接流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从吹孔吹入气息的时候 我们的气息只会流向这一边 而不会流向这一边 这个底塞把我们的主底分为两部分 上方就有底头 下方就有底身 这个底身就是我们主底的主要构造 发音部位 然后底头呢 大家我刚才说了啊 这个底头啊 气息只会往这边流 而不会往这边流 所以说这个底头啊 它对我们吹奏是没有影响的 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平衡手感 就像我们平常这样拉着的时候 平衡我们这个手感 以及修饰整个主底的外观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如果说没有这个主底的时候 主底的话 我这个底头啊 如果说没有这个底头的话 我们这个主底啊 看起来就会很别扭 然后 我们还是要了解到一些信息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主底啊 上面这一些线圈 这个线圈啊 也是主要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 修饰我们这个主底的外观 还有一点就是 在北方的底友啊 他们手里的底子啊 在保养不当的情况下 特别容易开裂 这个时候啊 我们这个线圈啊 就对这个防裂 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然后在底头跟底尾两端 各有一个白色的这样的小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视角 我们主底的视角 有这个视角 有多种材料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说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它也只是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 底头 线圈 跟我们这个视角 它都是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也不会对我们日常吹奏 有任何影响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主底的调门 我们主底啊 有五大常用调 分别是C调 D调 E调 F调 和G调 其中C调是最大的 最长的 同时啊 这个孔调也是最宽的 孔调啊 就是我们这个直孔之间的距离 第一孔到第二孔 第二孔到第三孔 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C调是最大最宽的 C D E FG 那么G调呢 它就是最小 最窄的 我现在手里面 拉着这一根 就是E调 大家怎么去看呢 就是在我们直孔的 第三个直孔 第一孔 第二孔 第三孔 在第三孔的旁边 刻有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这个就是刻的我们主底的一个调门 我们靠这个英文字母去识别它的一个调门 我手里这一根笛子 刻的是一个E调 一个E 大写的E 所以说这个笛子就是一个E调的主题 在我们初学者选择自己第一根主题的时候 我也推荐大家去选择E调的主题 最适合 因为E调啊 它相对来说是最适中的 C D E FG E在中间是吧 它的恐惧相对来说比较适中 更容易握持 更容易上手 同时也更容易吹响 如果说是10岁以上的 小朋友的话 那么我建议选择F调 F调 F调就要比E调小那么一点点 如果说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么我们推荐选择G调 G调也就是五大长中调门里面最小的一个调 因为10岁以下小朋友啊 他身体机能各方面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善的发源 相比我们成人来说的话 肯定是各方面都有所不及的 他那个手指也比较小 然后手指也没打开 而包括他的一个气息啊 各方面都肯定不如成人 所以说小朋友10岁以下的 我建议选择最小的G调 10岁以上的选择F调 然后成人出学选择E调 好的 有关主题的知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